今天会也到这儿 老哥 还有什么事 没了 起床 有件事我得说着 大家先等我 咱们这警民联系牌啊 已经挂出去了 规矩制定好了 就应该照办 我听说有的同志 接到报警电话以后 不出警 不办事 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建议领导班子 要对这样的人 进行严肃地处理 高副所长 你该说什么就说什么 你看我干吗 好像这事跟我有关系 因为我说的就是你 说我 你不就看我不顺眼吗 想挑我毛病 是不是 小子 我告诉你 我当警察那会儿 你还穿着开单裤呢你 当个副所长就不知道 天高地厚了 想整我 你还嫩点 你少跟我来这套 你想干什么你 你想干什么 你想干什么 我告诉你 少跟我在这儿 余老板 余老板 你让想干什么 想动手啊 我衣服剁了 院里去 上次 到你们都有 旅程瘤 走 看 不 乱 collaborating 给你 和众 verb 你怎么回事 咱这是判录所 你以为外边挡个路上 你现在也不是盘民警吧 你是基层领导干的 还要我教你怎么做 我就是看不过 那吊儿郎当的样子 昨天晚上的事 大星都跟我说了 我以为您是拘着面子 不好意思说 所以这炮我替您放 这种事情在萌芽时期 就得赶紧给他掐死 雨露 你现在是所长 做事讲话要不分寸 不能乱放炮乱发火 你说你刚刚说的这些 为什么在底下不跟我商量呢 跟您商量 您不是霍霍悉泥拉倒了 我还告诉你 这霍悉泥也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看什么程度什么事 你还真让姜水说对你了 你小子还闷点 姜水 你也是笨五十的人了 不能这么大的火 宇成作为所领导 在会上谈谈现象 点点问题 这不应该啊 再说人家也没指名道姓 你接什么下茬呢 这问题不在你吗 孙知道 你是不知道 自从竞争这个副所长以来 他可不是一次找我的事了 我办的案子 他都要过手问一问 什么意思 这不就挑我的毛病吗 宇成我还是了解的 他根本就不是那种整事的人嘛 我跟你说 如果他在会上谈的那些情况 是真实的 你要是真接警不出警 那我作为指导员 我可要警告你 你有没有这事啊 那天是有一个人报警 但那个人喝多了 我就说 让他找个究竟的地方先歇着 这有错吗 什么叫错呀 党域建立这个警民联系牌 那就是为了方便群众 你接到警就应该去现场啊 如果是刑事案 你没有及时赶到现场 造成了严重后果 那叫什么 那叫毒职是罪 你想想 你还能坐在这儿跟我谈话吗 算我错了 我改 行吧 哥 你给我谈太厚了 有点热 让你缠着缠着 我有用 你没说话啊 喂 谁啊 是我 大柱子 我大柱子 你还认得毛哥啊 看你说的 那全银盘谁不知道毛哥呀 您这一跺脚整个银盘都得震一下 大柱子太会说话了 你就捧吧 非把你毛哥捧高了摔下来 嗯 什么事啊 说吧 毛哥 是这么回事 这我听说呀 嘎带在你那儿玩 这欠一点钱 这欠债还钱呢 理所当然的 可是这事怎么把这二柱子 也可牵扯进来了呀 二柱子 谁说二柱子 二柱子是我弟 就是那天跟嘎带一块去的那个 前两天啊 就我弟因为这事 被人揍了一段 你说毛哥 这多大块事 那下这么狠的手呢 我哪知道 那是你弟弟啊 打他这个事 我还真是不知道 那是人债主干的 我哪有钱借嘎带啊 我不过就是从中捣一到手 你说吧 什么意思吧 毛哥 我呢 是想让你在中间叫个话 这冤有头债有主 以后啊 就别找这二柱子麻烦了 他还小 还不懂事 这我还真做不了柱 现在是欠钱的嘎带人没眼了 你弟弟给做的担保 没法子 这还就得找他 毛哥 说白了咱都是面上混的人 谁都不傻 这里边怎么回事 咱心里都明白 你要如果实在不给这个面子 咱只能齐力砍上门了 大柱子 在营判还真就轮不到 你跟我这么说话 走着瞧是吧 那就走着瞧呗 帮你不想 church 跟小柱子麻烦一下 哪儿就不要打了 可能就能拿着去 把它打起来 我都不能帮我 Sah弦了 我都没想到 第二柱子呢是个老实人 如果像我那么爱招事 这打爱就挨了 可是那么老实的人 被打成那样 这叫什么 欺负人欺负老实人 咱能答应吗 我能答应 行 一会儿这样 见上他们之后呢 有伙子先压一样 看看他们怎么说 如果说人话唠人科 咱就向政府学 给他们个机会 如果耍横 把咱们当病猫 就给我狠狠地找 柱子哥 看你的眼色了 行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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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头的叫梁玉军 背号大柱子 您道歉 被劳叫过两年 看来这是跟一所毛的人 算账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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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跟赵东欣说一声 备贷人手 用手 老板 今天那个收费的来没来 收费的还没来呢 你还敢惹他们啊 没啥敢不敢的 有句俗话可邪不压正 今天我就在这儿等他们 不信他们不来 哥 大助手带一帮人 在市场门口 要找输费的算账 他断咱们财路 张哥